大家好 我是Kate小編 我知道我今天穿的對大家來講可能很隨便 但是我的職場就是可以這個樣子 我知道很多人就是上班的時候是不可以隨便亂穿的 然後前幾年呢就是在時尚界很流行的一個字叫做Normcore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但他其實就是用很正裝啊西裝那種西裝褲啊 就是外套這些產品去搭配就比較休閒的球鞋們 就讓他整個的那個感覺是非常隨興 但是其實又不會有那種隨便的感覺 然後就是這幾年呢其實球鞋一直都非常的流行 球鞋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我相信在大家生活裡面就是 每天都一定會接觸到 那如果說你就是上班職場的穿著是非常嚴謹的 那是不是就不能穿球鞋呢好像也沒有這件事 所以我們今天就找了一些就是少女就是可能會就是比較喜歡的 粉彩色調的鞋子來讓大家為大家示範一下 你如果上班想要穿球鞋你要怎麼做 那我們就先從旁最離我最近的這雙鞋開始講 這雙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的就是綽號叫做成龍鞋 我個人是非常不喜歡因為我很討厭成龍 先不要再講這個先不要再接續這個話題 就是呢它其實就是這雙鞋子它真正的名字叫做Pump Furry 就是它我覺得它最特別的地方就在於它其實沒有鞋帶 它其實是用這個充氣孔去調它的那個鬆緊的程度 然後如果你壓得太緊的時候其實旁邊這個是可以放棄 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是苦到不行 然後它現在就是到春天的時候有這些粉紅色的 它平常有非常多不同顏色的樣子 然後現在來的是粉紅色的 然後旁邊這個New Balance天啊我覺得它很可愛耶 就是它這一雙我記得應該是就是全球只有台灣有 是這樣講嗎 然後它這個裡面它就是你看它裡面有一個那個 就是櫻花的圖案的就是印花在鞋底的地方 這個地方如果你怕別人看不到的話呢 其實這邊的鞋底也是 然後除此之外它的那個配色也是粉紅色啊 就是跟一些米色這種很亮的顏色 而且很女孩子我覺得這一雙也是很可愛 再來呢這就是Nike的Air Max 這個我覺得它就是光是那個撞色的顏色就很可愛 而且我小時候就是超級迷戀 就是這種鞋這種氣墊露在外面 然後每天下課在那邊狂壓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我超時髦 對小學生的平凡無奇的興趣就是這個樣子 對好可愛喔 就是它就是也是用一個粉紅色然後跟灰色去搭非常特別 然後除此之外呢就是像現在手上的這一雙 這一雙的話它同樣它就不是粉紅色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圖它這個設計也是很特別 它其實是原本是布面之後 它上面就是有用一個類似塗層的感覺 然後去疊那個顏色 然後讓它的那個鞋子的就是色塊是一個果凍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它整個看起來啊就是很輕盈 然後也不會有那種而好多顏色碰撞在一起的感覺 我覺得它整體就是一個很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像那種泡泡啊果凍一樣 然後最後這一個是那個Azillas Original SL 它這雙是最開始好像是1972年為了就是那個時候的奧運 好像是在西德對居然還有東西德那是什麼時代 的時候就是它為了那個奧運的選手特別設計的 然後它就是過了這麼多年之後還是有一些那個細節的變化 調整然後材料的改變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顏色也變得非常鮮明 而且就是色塊的碰撞 我覺得就是如果你是在職場穿著的時候 都是以黑白顏色為主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鞋子然後衛造型加入一些變化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我等一下就來穿給大家看 比方說我現在穿這個超級幹練的這一套的時候呢 就是照理講你應該是要配高跟鞋或者是 對就是高跟鞋沒有別的 通常是這樣子的時候呢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嘗試 其實用球鞋來搭配 比方說我現在拿著我剛剛覺得就是果凍色很可愛的 像我今天穿這樣一身黑的時候 就是其實它的顏色也沒有很誇張 然後就是不太會有搭配的問題 怎麼樣都麻很搭之外呢 其實它的顏色是比較就是淡啊比較清爽的 也不會有那種很刻意要加入一點顏色的感覺 然後除了就是搭配就是搭配衣服很好搭之外 我覺得就是跟你平常你看就是整個造型 再加上包包也是非常合理 不過你不會每天都穿這樣上班 所以我們再試試看別的 像比方說呢我現在選這一雙就是 它的那個造型幹比較強的鞋子的時候 就是其實我覺得這種鞋子本身的形狀很明確的 搭配這種軟趴趴的衣服的時候 是最合適的 就是你不太會有就是搭不起來 或者是那個線條很衝突的感覺 然後除此之外呢 你當然還可以再加上一些 辦公室會用到的 裝認真的眼鏡 然後還有一些包包什麼的 我覺得就是其實都都很好搭 就是它也不會有什麼顏色的問題 如果你都是一身黑的話 就是基本上就都很合適 你看而且我覺得這一套衣服就是 它很好大的點就在於 因為它軟綿綿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來 我再來試另外一雙鞋子 我覺得應該也是非常合適 現在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就是更加女孩一點感覺 就是它沒有那個老爹鞋 那個科技感的造型 然後就是一個女孩感的 平常就是感覺就是可以 可以常常穿的那個款式 那像這雙鞋子跟剛剛的那個 就是很有科技感的那種 就是比較中性的外型又不一樣 它就是比較柔美一點的 然後就是其實穿起來 天啊也還是很可愛 你看它這個鞋底的那個 鞋跟的地方的這個 就是這個叫什麼波浪的形狀 就是其實很明顯 然後就是很簡單看起來 就又很好看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歐雞上的眼睛 先拿掉之後 你看比方說我先配這個 就是比較那個亮色的包包 整體就是超搭 我真的是太佩服我自己了 那我們再試試看別套 然後我現在又換一套新的 所以我現在也要來換一個新的鞋子 這個好了這個顏色比較亮 閃邊去 就是現在換上這個的話我來看一下 像這一雙跟剛剛那個 就是同樣是 同樣是有多個顏色比起來的話 它這個就是再更加中性一點點 然後色塊比較明顯 我覺得就是配褲裝的時候 其實也很合適就是 顏色比較亮 然後如果你比較喜歡這種 就是明快的感覺的話 可能蠻適合的 比方說我現在再配上一個 就是辦公室會用到的包包 把這個先拆掉的話 你可以把它用提的 有沒有這樣子 是不是也很合適 我覺得就是這樣的 我現在就是要去拿我的團勾 那如果呢 你今天就是穿的比較短裙的這種裙裝的話 其實就是也非常合適 而且我覺得是應該是全部裡面最合適的 所以它其實上面的顏色 除了粉紅色之外 它都是用基本的顏色去配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就是什麼顏色啊 配起來很怪什麼什麼 不會有這種事情 然後我現在來再加一些東西進來 就比方說你上班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假裝 假裝認真工作的時候戴的眼鏡 看起來超級聰明 再加上這個現在超流行的腋下包 可是我腋下很大 就是這樣 就是是不是很合適 我覺得一切都超級合理 而且你就這樣子下班直接出去跟朋友聚餐 也超級毫無違和 也不會覺得 就像說 都上班的衣服那種感覺 所以呢 就是今天示範這麼多穿著的方式呢 就想要告訴大家 其實運動鞋 並不是只有在你運動的時候 或者是休閒的場合可以穿 就是其實在你工作的時候 因為大家應該都花很多時間在工作上吧 因為我個人是啦 就是你一個禮拜至少有五天的時間 就是很長時間要穿的 就是在工作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其實如果你可以把運動鞋融入一隻 在辦公室或者是職場上面穿著的話呢 就是我覺得就是其實很時髦 而且就是也蠻好看 再來是非常的舒適 祝大家上班愉快喔 我知道這不太可能啦 下次再見